一張張知名作品映入眼簾 剛好是政府與國際基金會攜手推出本次藝術特展 將呈現畢卡索、安迪沃和等藝術家的作品 共超過50件作品提供民眾欣賞 不用大老遠飛到英國就能近距離欣賞百年藝術創作 這個也是泰德美術館在跟我們高美館最大的一個合作計畫 也有非常多的當代藝術的很多的畫家的作品 那你不僅可以在這裡欣賞到泰德美術館的作品 同時也可以欣賞到陳泰銘董事長私人的典場 那這個是難得一次把所有各個世界有名的這些攝影作品 也就是攝影的藝術家跟繪畫的藝術家 他們共同的對話 一般以前的展覽大部分都是對單一的藝術家做展覽 那比較難得你在同時一個展覽裡面可以看到那麼多這麼出色的藝術家 和他們的精靈製作 將畫畫與攝影作品一次帶到高美館展出 讓高雄從原本民眾口中的文化沙漠 到現在匯集各式藝術 徹底擺脫文化沙漠的標籤 近年來高雄在藝術的改變也讓民眾感到相當有感 有我覺得高雄在這一方面就是在地的這個文化有提升 我覺得在美學方面有 整體感就是越來越齊全 會有蠻期待的 因為我本身是台南人 然後他們也蠻期待就是可以就是過來看這樣子 本次高美展特展將在6月29號這次展出 特別引進英國泰的美術館知名畫作 也讓高雄成為在台唯一展出的城市 剛好是否感謝各界對藝術的付出 也期盼又這些知名作品看到高雄的改變 連結會是王山儀 莊主名高雄 三公報道